使用的练习本却疑似验出了甲犬 日前就有家长反应 说学生拿到了北市教育局印制的国语练习本时 可以闻到明显的异味 还有学生出现了头晕的状况 引起不少家长的担忧 对此北市教育局表示 虽然厂商提供的检验报告是合格的 但却没有检验甲犬这项成分 已经要求再度检验 在送验期间也会全面暂停使用 这28万本的练习本 精美印刷配上童趣封面 这是北市国小四年级学生的练习本 却有家长反应出现明显异味 甚至在脸书社团发文询问 有小孩在书写时发生头晕的状况 后来家长用专业工具自行检测 竟发现练习本甲犬超标 如果有的话当然会很大 对小孩子会有伤害到的 其他身体不健康啊 那远一点的地方吧 为了安全起见 北市教育局已要求全面停用 28万本练习本 因为先前送验 只针对练习本中的油墨 有无包含铅 隔拱等有毒物质做检验 没有检测甲犬成分 因此将再度送验 如果那时候才验出来 的确这个甲犬有超标 反应太慢要检讨 这才是问题 不是说它印不好 是为什么会反应太慢 在发出去之前 厂商有提供过 他们印刷成品的一个检验和个证明 接触的话可能就会造成皮肤过敏 红肿 如果长期吸入的话可能就会气喘 然后可能也会有鼻子过敏的症状发生 毒物专家则建议 课本挥发出来的甲犬浓度 不要超过0.56ppm 这回家长自行验出的数值是0.47ppm 我们持续追踪 翻开国内法规 目前却没有针对课本 挥发出来的甲犬有相关规范 只有环保署 针对室内空气品质的标准做规范 不得超过0.08ppm 教育局也提醒 练习本在送宴期间 家长如果有疑虑的话 都可以先上网下载电子档 确保小朋友的安全 记者续节周围节台北采访报道